好,马上要收盘了,我们来做一个收评 那今天我们的收评会简短一点 因为今天晚上是有给大家学习班上第一堂课 对吧,那作为第一堂课的话 肯定会给大家准备一点猛料 因为这次的学习班与上期不同的是什么 大家也知道,那目前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战法 那你说通过短短的一个月的学习 让你把所有的战法都掌握 大家认为那可能吗,那是速成,对不对 这是实话实说,是有从不骗人 但是我们为什么出头条的视频 是因为什么 头条的视频实际上是对于咱们基地的一个知识的一个有效的补充 那在里面,最近大家去留意今日头条里面 就会知道,那你的视频主要是讲的是什么 是战法就比喻成为我们前面讲的涨停基因 那涨停基因链,大家知道单一的它不可靠 只有什么多重的基因产生的共振 它信号才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可靠 其实战法也是一样,当出现了多个战法的一个共振 那么相对来说,它的胜算就会大幅度的提高 而本期学习班的核心就是将大家什么 把这些战法归类,我们不说是全能 但是起码会把最重要最有效的这些战法把它就像穿珍珠一样 把它穿成链 然后的话,用这几种教大家的战法的一个综合运用到接下来的行情当中 远的不说,对吧,一轮牛市大家也知道有那么长 那起码先把我们年前的这波行情的这个钱先赚到 把这个行情给捕捉到 这个才是真正的什么 通过学习,然后把它运用到你的实际操作当中去 这是本次学习班的一个核心 好吧,提前跟大家讲 以避免大家到时候的那个思路有所跑偏 这是讲的两句题外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版 那其他的不说 大家想一想 这个地方是不是已经快接近底部了 那我们之前讲的是不是就是成为了一个 到现在来看 是不是大家心里就有底了 这个指标该怎么用 如果它强势 它可能会在中间的这一段里面什么 对应者出次样 那么一旦这个节点错过了的话 它就会什么 必然会下来 这就是课程里面的那些技巧之一 所以约是到了这个时候 目前您究竟是应该恐慌呢 是应该绝望呢 还是应该打醒12分的精神 知道什么 这个次样不远了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我们炒股虽然说不意想 但是做打提前量的东西 那是肯定要有的 那很简单 我们接下来只需要耐心的等候什么 等候大盘的一个次样 这是单就指数而言 那等候大盘的这个次样 我们就看什么 在这个地方的次样 王牌键等三天的这一波行情 它能够冲到哪 能够冲到哪 明不明白 这就是什么 看这个主力的实力 看这个主力的橙色 所以对待于指数也跟个股 是不是一样的 对吧 那就正如同什么 昨天不是跟大家讲了一个 它本身是跳空吗 对吧 然后呢 开始成为了一个什么 高开低走 那这个21 你不移植过去 9块5啊 它过不了 你是不是可以卖洋 做波段 对不对 这一段它只是刹车 这里才什么 重启换挡 那常态这个换挡 它未必走完 为什么 因为如果说这一段是换挡 它是不是失败的换挡 它低于它 所以你就低放大什么 这样走 这才是什么 一段换挡 然后给你一个突然袭击什么 比如说 这只是打个比如 咱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这天涨停板突破了 你去追了 它第二天跳空高开 下来再走加油 好 然后你在这个位置把它割掉 然后你割 它就涨 立马 它就跌 懂了吧 所以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大盘的指数 我就跟大家讲了 现在不用去猜一次 因为这个地方是一个强压 那常态 今天的尾盘 是肯定跟什么 跟它是有关系的 它带了个坏头 对不对 所以的话 那目前是不是距离黄线 它有点远 所以的话 我们就看 明天是周五 它会不会在这里出次样 因为至少它有一个什么 回归到零轴的一个动作 除非什么 破解这招 还有一招 是什么 除非它出现一个向下的跳空音 那既然在这个地方有强支撑 那我们看一下 它有没有可能 就是退一万步说 它来了一个跳空 它有没有可能会形成一个什么 跳空低开之后的一个高走 好不好 所以这是讲的 目前的指数 这一块 那板块的话 确实最近这几天没有什么太多的可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整体上是不是依然还是他们 我们是不是依然守护好自己的鱼池 就可以了 那昨天跟大家强调了一个什么 强调了一个房地产 但是呢 昨天在各大门户网站上面 它多了一个新名词 叫做什么 是不是叫做西部大建设 但是射手想问一下 我们能否在2024年的10月10几号就会知道 未来有这么一个概念叫做西部大建设 它会爆发 那我们这是打一个比方 那又可不可能会知道 未来到了11月12月 它会不会又来个某某其他的大建设呢 所以像这种马甲的东西 它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后面才会临时的出来 我们作为散户来说 在消息的这一块 永远都是什么 落后于这些机构平台的 你不可能知道 但是它会体现到什么 它会体现到它的板块 体现到它的量价关系里面 可以让我们什么提前的去洞悉 所以的话 它到时候就有可能什么 在这个板块的建设里面好的 它就会乘风而上 就正如同什么 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案例 叫做聚灿光电 当时在2020年吧 好像是 对差不多 那个时候科技股长得很好 但是它最后蹭了个什么热点 蹭了个临时爆发 出了一个叫做第三代半导体 第三代半导体这么牛 这么牛怎么会今天也只趴在这个位置呢 所以这就是射手跟大家讲一下 所谓的概念题材的东西 我们要懂得客观的去看 通过行业板块选定好的这个基础 可能配合未来突然刮起的一个风 它就什么 它就成风而上了 所以这就是对待于消息 以及板块自身的量价关系来选于 我们要明白这个中间的这样一个道理 好吧 好 那这里呢 今天讲几只票 那几只票里面呢 有熟面孔 也有深面孔 那大家就特别留意一下 这样的一种情况 并不是说给大家鱼 但是如果您观察的或者跟踪的品种里面出现了这种情况 那你一样一虎虎画嫖 你可以照样去跟踪 那第一个叫做什么 这个票 那你想 它在这个前面本身就是打了一个假印针牙 那今天用一字板锁仓了 您说 它会不会把这个左风还放在眼里 那它一旦不放在眼里 那你想 它接下来的目标 它的战略目标 是不是要往这里去 好 那既然是要往这里去 那我们就看好了什么 就看好了 它明天盘中的这个十顶 有没有机会 因为它是一个什么 20厘米的票 对不对 我们说过 常态20厘米 它是不可持续的 只有什么 启动主升 才可能会有一个连板 所以的话 如果没有分时基础了 那你看一看就好 对吧 这个就一定会要结合一下 它的一个分时 所以对于一字板的票 咱们不是说放弃 就要学会跟踪 虽然一字板本身 它并没有任何的什么交易机会 但是它透露出了一个 主力锁仓的主控 所以我们遇到了那种一字板的 不是说就换下一只 就不看它了 对吧 那机会是给什么 有准备的人的 所以你一定要学会什么 要学会去跟踪它 明不明白 好 这是讲的第一点 好 第二呢 昨天有两位朋友在留言 讲这个票 那社长就忘了说了 第一 你一定要结合一下 目前的这个位置 好不好 整体上而言 作为20厘米的票 涨幅这么巨大 我们首要的就是什么 看涨防跌 为什么 它的主身途中 你不见阴可以什么 持股 放大盈利 不出 但是如果一旦见了阴 那你就要小心一点 那何谓之见了阴 那这是什么 最基础的 九阴真经 以退为经 那既然我们懂得阳盖阴 是向上趋势的开始 那您就应该懂得阴盖阳 那叫做什么 不要阳 连阳都不要了 那是干嘛 就是快跑 所以的话 你就要分清楚 这种阴 与这种阴 它的一个差别 对吧 它是不是连它的21都没破 那同理 今天是不是一样 连它的10顶都没破 但是你想 如果它明天破了顶 尤其是破了底 你是不是就要提防股价的达标 别忘了 它一个版是20厘米 那这里有多少 1 2 3 4 就是上涨了80% 你还不要忽略了它 再加上这里 你就要考虑一下 什么叫做位置 对吧 你在这个时候 就千万不要把它搞成什么 智在苍穹 那就搞不得了 智在苍穹 在下面 不在上面 所以的话 这种票 千万不要什么 等它做头部的时候 被声套 那后面疾病就是 来两个牛市 都跟你无关了 尤其是什么 仓位在里面的 所以说就再三的 提醒一下什么 注意一下风险 那最重要的风险 那您就一定参考的是什么 这个标志 好吧 因为它是最高 那这里一破 那就叫做什么 大事不妙了 好不好 好 这是跟这几位朋友提示了一下风险 好 那另外我们来看 你说这个四川长虹 它本身是属于家用电器 当然 你看它有很多的概念 但它是不是也是蹭了 这波的这个风口 对不对 好 那为什么这个票要去看它 要我们后面去观察 先不说下面的什么 这些缺口 对吧 那您想一下 第一它是高位呢 还是低位 再讲的第一点 好 然后第二 咱们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对吧 画错了 画高了 它就一直制约着目前的一个股价 那您想 它在这里打个一次 站不上去 来了一段下跌 那我们马后抛一把 那您说这个地方 它是真跌 还是假跌 对不对 那就代表什么 主力它不死心 它想上去 所以呢 你看一下 它最终 虽然什么 多有迂回 这是不是实际上是一个黄金坑啊 而且是不是在战法里面教过大家 你从局部来看 这是不是一个大坑 在这里是不是一个金元宝 那现在重新回到这里 把它给什么 突破了 那您想 我们的后面 是不是应当要结合一下呢 对不对 所以对于所有连板的票 大家一定要记住一点 除非它后面什么 打一字板 那连续的顶一字 那您就什么 不纠结 目送它就好 那不是每个票 它都会去打一字的 所以你去跟踪 观察 来看后面什么 择机上车的机会 尤其是什么 当它打回来了 下跌的时候 那是不是 才是一个关键的位置 对吧 那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请问它 是不是一根百高 今天是不是刚刚才打过去 那按照过不是过 要回踩不破掉头 那明天 是不是对我们短线来说 就可以什么 来跟踪一下 这就是什么 同样是涨停 它可能有的一个不同 那另外 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当中 隐藏着一个主力 它自己的一个操盘习惯 那您看一下 在前一波的上弓当中 它习惯于两板之后 开始回调 那在这里 它又打了两个板 那你想 常态 它应不应该回调 这是不是就我们做了 往下的预案 那如果它走变态呢 是不是这个上浪节奏就改变了 那变态应该怎么抓 那我相信大家今天晚上可以什么 去做一座预案 对吧 这就是讲的他们的基础知识 以及什么我们的战略眼光 好吧 不是说让大家去参与这个票 你要看得懂 这个也是一样 这个票呢 第一 它在这里有一个什么 百日高亮柱 但是这个百日高亮柱 意义不大 对不对 你看见 后面站稳了 这里也站稳了 所以呢 就肯定不看它 那么我们就学着到周线里面去看一看 那到周线里面一看 我们就会发现什么 这个地方 是不是一直压制着这个股价 长达了多久 从2021年至今 所以的话 这个11块7毛5 我们就什么 把它移植到日线里面去 那我们就看好了 它今天是打的涨停 那今天放了量 如果它把这个峰移过 那下一个震荡的位置 大概率它就会产生在什么 这根线 以及12块3的区间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它震荡的情况 按照什么 按照一柱一线 一建构 来什么 分批的去跟状 明不明白 为什么 它敢于打破这个平衡的话 那我告诉你 未来的股价 它大概率就容易什么 向上失衡 对吧 否则 那这个地方 它就要打到回复 你看前面 是不是打到回复 对吧 所以的话 这就是从战略上面 有哪些同样是涨停 但是值得我们去跟踪一下 好 那另外这个票是我们之前 很早之前讲过的一只票 好 我们把线都去掉 第一 这个地方是不是它的一个摆告 对吧 好 前面破了它下来了 那这次重新再突破 我们就看什么 看它在上面站稳的一个情况 但是在这个地方 它也一样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 就是什么 就是它 所以您就知道 为什么两次在这里 它都放了量 那我们这种票 常态来说 是不用去追的 我们需要的 等的是一个什么机会 等的是在后面 这里站稳了的机会 那一旦站稳了 我告诉你 它还有更牛的行情 懂不懂 那没有呢 没有 你就喝茶 看戏 没有 你就什么 去换其他的品种 明白不明白 所以很多牛股 你是要提前去跟踪 观察它的 否则的话 那领盘急急忙忙去打票 你怎么可能看得清楚 搞得过来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注意什么 就一定要注意这种细节 因为毕竟现在是属于牛市当中 牛市当中 它肯定会有什么 第一批 第二批 第三批 这样启动的 它搭载的不同的热点 在不同的时点来爆发 所以你就一定要多观察 这种战略上的 为什么 因为整体来而言的话 牛市才刚刚来 对不对 那你也知道 大盘在这里 如果把它当成一只个股 它是不是从下面 这里是属于弱的 不能再弱的吧 仅仅只是做了一个双底吧 对不对 而且从这里 你就可以标准的看得出来 它在这个地方 是做了一个什么 我们战法里面的金元宝吗 那突破了它 现在上去 那你想 最关键的 是不是它 如果这个地方的筹码 它不经过反复的搬移 它将来怎么上 如果把这里给站稳了上去 是不是新的空间 就被打开了 所以你不能够等什么 到时候站上了 然后再怎么怎么样 因为毕竟我们炒的 它不是指数 是个股 对吧 那明天是周五 周五常态 我们应该谨慎一点 这是单就指数 但是我们看一看 会不会有次养 因为按时间周期 昨天是已经跟大家讲了 周五乃至于周一 应该会是一个什么 次养的 初次养的时间节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强支撑 好了 今天跟大家反复的强调一下大盘 就是我们通过时间来验证 教大家这个买银卖羊指标的一个实用性 好吧 那大家的话也可以去多参考一下 尤其是什么 去参考一下这个里面的一些个股 明白吧 这些是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参考一下的 今天的收听 我们就暂时先讲到这里 然后今天晚上直播间 咱们七点半钟 大家不见不散